大家好,今天聊一聊一位有真实实战记录的太极大师 很多太极大师都宣称自己有过实战经验,而且不败 但是后面都已经证明了,都是吹嘘出来的 比如说那位以全胜战绩获得武林大会冠军的王战军 就被他的亲哥哥王战海在枪枪三人行上揭露,打的是假拳 就说您的弟弟王战军 他说那个为什么是在这个电视上的这个比赛里 就说王战军拿冠军 但是常常他打败的是他的徒弟 说这东西有没有造假的嫌疑 这个是这样啊 我觉得这个造假 他们这个比赛 这个康隆武林大会的形式是什么形式呢 是对手先在底下比 就是说咱俩打 咱俩要真打 真实的打 你要输给我了 那你就要在内台上去 这个为了效果要去展示 我要输给你了 我要配合你展示 这这么一个形式 这是第一次听说这个 他俩在会在私下里去打 会在私下里有一个 其实这个康隆武林大会播之前 下面有一个比赛 这样啊 为什么要这样呢 他为了一些这个效果吧 一个这个舞台效果吧 但是一定是显示你真实实力以后 你赢的 结果一定 结果一定了 那你就要这个这个 未来未来效果 那他是不是打起了中国武林特色 那他打起了是不是 而王战海自己也宣称 在擂台上从来没有败过 而他打的是太极拳的推手规则 这跟大家印象中的实战 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至于更久远的杨露禅 孙露唐等等 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在到处吹嘘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他们曾经实战过 这些事在以往的视频当中 我也聊过 那么这些太极大师 是不是真的就一点实战记录都没有呢 其实还是有的 今天就聊这么一位 有真正实战记录的太极大师 在2012年6月12号的成都商报上 曾经刊登了一则新闻 武林悬案太极高手 用报纸打伤娃娃 说的是5月22日 一个12岁的小男孩 被一位太极高手 用报纸打了两下 造成了头颈部软组织受伤 小男孩在家休养了一个星期 不敢去上学 新闻中 小男孩的家长 也出示了医院的体检报告 在新闻中 这位太极大师也接受了采访 说他只是用两张对折的报纸 在小孩的脸上 跟脖子上拍了两下 仅仅用两张报纸拍两下 就能让对方的脸肿起来 并且造成了软组织受伤 虽然对方是个小孩 但这份内力也算相当深厚 距离武侠小说中飞花摘叶 皆可伤人的境界 也只差了一点 这应该是现代太极大师中 为数不多 有正规媒体报道的实战记录之一吧 或许可以把这个之一去掉 因为这次实战记录 和其他大师的吹嘘不同 时间地点人物齐全 甚至还有警察的调解介入 那么这位太极大师是谁呢 根据新闻报道 他是成都一家养桌厂的厂长 同时还是杨氏太极拳的第七代传人 名叫罗宇 他还有一个全国文明的徒弟 叫做雷雷 根据雷雷自己的供述 不描述 他们都是传承于成都杨氏太极拳的 开山鼻祖 李亚轩 李亚轩有个特别好玩的八卦故事 他当时号称内力深厚 两百多斤的大力士 掰不动他一个小指头 后来在一次圈内人的聚会当中 就有人射了一下 结果把李亚轩的手指给掰骨折了 至今李亚轩的某些弟子 还在指责对方不讲武德 所以这个事具体是怎么样不得而知 但是李亚轩手指被掰骨折 是双方都确定的事实 说了他们的祖师爷 我们再说回裸语 当年雷雷出钱 师徒二人上了央视的体验真功夫节目 大家可能只记得了他们的雀步飞 其实在节目中 罗宇还亮了一手太极长枪 虽然玩的像清洁工玩拖把一样 但是也把赵金龙打得心服口服 其实这个节目在当时并不怎么红 师徒二人花了钱上节目 也没落出什么大的名气 只能是吃过饭之后 在饭店门口玩玩推手 吸引人看 雷雷后面没有那么大的名气 完全是因为他被徐耀东 十秒就按在地上狂揍 看着徒弟突然之间就这么有名了 罗宇就想 挨打斗这么大的名气 那我打人不是名气更大 于是就有了后面这场 太极罗师傅 对战泰拳选手的比赛 好了比赛开始了 穿黑衣服的就是一位号称 练习过泰拳的小伙子 不过看他的报价 练习时间应该不超过两个月 我们再看看罗师傅 罗师傅的这个起手势 跟雷雷是一模一样 这个传承体系还是比较清晰的 不过罗师傅的这个攻击动作 不太像太极拳啊 反而有一点像猴拳 而且罗师傅每次攻击的时候 身体都是往后倾的 这明显是没怎么打过架的人的动作 身体往后倾 这代表他对拳头有恐惧感 很多初学搏击的朋友 教练都要求他先克服这种恐惧感 也有可能罗师傅平时的实战对象 都是自己的老婆 因为女人一般是伸着手用支架 来捞你的脸 这个也可以理解 咱们试穿趴耳朵比较多 挨老婆打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可能这个泰拳小伙的力道 还不如罗师傅的老婆了 反正我老婆打我 肯定不是这个力道 防守的时候 身体往后倾是正常的 因为这样可以拉开距离嘛 但是你进攻的时候 还往后倾 是想拉开距离 让自己打不到吗 诶 罗师傅一个灵敏的后侧步 回到了擂台的中间 然后身体后倾 扬起了下巴 意思就是你来打我 你来打我啊 我不怕你打我下巴 罗师傅下巴不明显 不代表打下巴 不会晕啊 泰拳小伙也非常的聪明 你亮下巴 我就是不打 因为我怕把你打晕了 赔不起医药费啊 鉴于这个场面非常的尴尬 我们就直接跳到最后 罗师傅获胜的一瞬间吧 罗师傅不断的跺脚 对方就是不进攻 反而也跟着他跺脚 两个人是相当有节奏感啊 随后罗师傅使出一招 仙人指路 一巴掌拍在小伙的头上 按照传统功夫的点道为止 罗师傅就已经获胜了 小伙要是再进攻 那就是不讲武德了 小伙还是不服气 继续用他 比猫大不了多少的力气 踢着罗师傅 结果罗师傅又是一招仙人指路 拍中了小伙 比赛结束 看完这场比赛 姑且叫他为比赛吧 我觉得罗师傅用报纸 就算打的是12岁的小孩 也不至于打出那么严重的伤把 把人脸都打肿了 还要做CT 于是我又倒回去看了一下新闻 一位成都理工大学的研究生 告诉记者说 要用报纸把人打伤 只有一个可能 在报纸里面包比较重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解释 还是比较合理的 也许罗师傅真的在报纸里面 包了一根钢管呢 反正传武大师们的武德 都是约束对手的 自己不用讲 同样的招式 别人用了 就是阴谋诡计 我传武大师用了 就是逐智多谋 这种思维在现实生活中 其实很常见 不仅仅只限于传武大师 就像很多人 骂别人是流氓 你以为他真的是在主持正义吗 他只是做不到别人做的事 所以觉得别人做的事 就是流氓 而他自己的内心 是非常想成为 他口中的那个流氓的 一旦他成为了这个流氓 他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 对其他人耍流氓了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全国都已经降温了 很多南方地区都降到了零度左右 甚至下起了雪 大家一定要穿好衣服 做好保暖 不要感冒了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碰见流氓的时候 抵抗力也能强一些 最后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有你们订阅 真好 愿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 麻烦肉